有女人味鋪倒啦 還有什麼好吃 好吃 可口啦 可口 她沒有講可口 結束請起來 好吃款 我就 只要聽到這三個關鍵詞 馬上發 所有的專櫃小姐大家都聽到了 碰到美人姐也知道講哪些了 我其實剛剛一直問你們這個 就是我自己以前也犯的錯誤 然後她就跟我講 妳這樣不舒服嗎 我說舒服 真的 一件毛衣最舒服 然後一件皮褲就一件 一雙長靴這樣子 而且她知道我懶 所以挑這種有沒有 拉鍊 方便的 很方便 對 很方便的 而且還一挑袋子的這樣 然後 她說不舒服嗎 我說沒有欸 很舒服 誰說舒服一定要醜的 我說對不起對不起 受教了受教了 對不起對不起 我覺得你與其挑剔他們 這一組啦 你們喜歡挑人家穿著的 你不如幫忙 聽得進去喔 對啦 給建議去 比方說 剛才柏洋說出門都是她最後那個 那我說那妳如果 多花五分鐘到十分鐘 我們先可以討論一下 妳今天想穿什麼 我幫妳挑一下 白人我跟你講 他們會穿衣服的 我可以了解妳的心情 我現在她都知道 壓力很大 我現在穿衣服都看愛配啊 對 因為都是配好了 所以我就不會出錯 因為我自己沒有能力 我第一個要承認自己沒有能力 然後 真的要承認 因為他們就是很會穿衣服啊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們我才知道他們會穿衣服的就是 睡覺前就想好明天要穿什麼了 對啊 人家是要想五分鐘耶 真的耶 我們可能要想 我們要想一下 天都不知道想這什麼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早上要穿什麼 所以我都是看愛配穿衣服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都 那個 我覺得是禮貌 要先照好相對 對啊 他們真的是 所以我們可以 我告訴妳 妳可以請 請浩然幫妳配好幾套 美人姐我要講 我幫她配好 她會不停 譬如說她會問我說 老婆妳覺得我這件衣服要配什麼 我就拿那個褲子 她就說不好看 然後她就會再拿回她要的 對啊 我就會跟她說 我說老公 不要相信妳自己 妳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妳自己 不要相信 我們是沒有美感的 所以我們家是專家的 跟我有緣分 總比跟你那個短褲真的不能再穿了 真的 沒救了 OK 好 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上場是 宋達銘與紅百榮 究竟他們夫妻倆為了小孩騎什麼爭執呢 拜託小孩練舞是為了他自己好不好 不要為了別人在那邊抵來抵去 俗話說 望子成龍望舞成鳳 我只是希望小孩好 我覺得小孩子就是說 每次不管學校 或是外面有什麼成果發表會 都是 其實都是父母親最緊張 那呢 我們家又有一個 爸爸是怎樣 也是會 他對兒子比較嚴格 如果說兒子有表演啊 或者是在學校考試啊 然後呢 又聖誕節了嘛 常常會有一些 教會活動啊 然後小孩子會上去表演啊 你就知道他非常的 對 他就很認真喔 他比小朋友還要認真 七早八早喔 就開始喔 因為我們家小寶學打鼓嘛 他就自己跑去跟老師討論說 要給小寶一個什麼樣的曲目 讓小寶來表演 然後大概是這個 一個月前就開始做 然後呢 每次呢 到了上課時間呢 他要跟老師討論說 我覺得小寶那個過門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再修正一下 就他超認真 然後在家裡頭三不五十就 小寶去練鼓 小寶去練鼓 就其實就是為了那一天 要表演的時候 他兒子一定要表演得完美 你知道嗎 到底打得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到底怎麼教他 好棒喔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能力判斷 小米老師他打得怎麼樣 喔 應該按讚了 對啊 專業的主局戰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我們是怎麼樣陪伴他 然後去督促他 希望他把這個態度拿出來 反正我真的講不是成績 是態度 所以你不是要比較 你只是 其實只是 其實比較是百龍 每次動不動就說 買一個電子鼓來 然後又買一個電鋼琴 因為別人家有 那我就覺得 因為其實你 你去回想一下 我們家裡面有鋼琴有鼓 可是真正花在這個這個 在家裡面打鼓 跟彈鋼琴時間有多少 其實根本沒有 那教會也有嘛 那教會那個鼓跟那個 那個還是很大的鋼琴 我們一個禮拜至少去兩到三次 練一下都可以 那這樣子我們不要用一個人來判斷 各位準備好你們的牌子 如果以這一段來講的話 你們覺得是誰比較愛比較 誰比較愛比較 誰是愛比較的那個人 好不好 認為是宋達銘的請舉圈 不會是我吧 就小孩一定要練到什麼高度態度什麼的 對啊 OK 好 是這個 認為是洪百榮的請舉圈 好不好 這樣就回座了啦 沒辦法 這大家都 那沒辦法 你們可能不太瞭解 有些人不太瞭解 有些人不太瞭解 想不太瞭解 國庫啊